今天分享一个CtrlUI的扩图 效果最完美的 这个工作人员我就不介绍了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牛逼的大师做的 不是我做的 主要用到的是福克斯的模型 至于这个安装过程 我会分线在我笔记里 喜欢手动安装的话 大家可以去安装 这个本地部署 之后我也会把它分线在 我这个在线应用里面 现在站位开放 等我收集差不多的时候 我就会把它全部开放 点开就可以计开机员 就不用考虑安装部署之类的 如果想要本地安装的可以查看我这个笔记里的这个CtrlUI教程工作没有 比如扩图 点开就有所有的安装教程及本件下载及工作没有下载 这样子就轻易的完成本地部署安装 现在主要介绍这个很牛逼的扩图功能 如果是CtrlUI自带的扩图功能 它边缘处理的非常非常差 但是因为这个福克斯 它的这两个这个模型 这样子拉伸处理过后的效果就非常完美 边缘基本是看不见下丝的 所以目前这个是扩图中最完美的一个效果 至于这个设置很简单 这个就是提示次 然后扩图的话你就是选择外扩三下左右尺寸设置 这个是鱼化的大小 就是这张图边缘鱼化的大小 一般肯定不是没有 肯定要鱼化一点 一般是40到100多 然后这个模型你就选一个比较好的就行了 现在XNO比较好的也就这个 其他都不用设置 其他其实我也不懂 这个作者很厉害 好 这个我已经分享在我的那个笔记里 大家可以去下载安装 安装可以参考我上期介绍的 安装非常简单 就是查找确实的 根据我这个我就不介绍了 根据我这个笔记里的教程去安装即可 我会分享在视频间接 这个扩图就到这 他都没有一切 砍装